歡迎收看江Style頻道 我是江江 今天呢 又來到我們的末日生存 這個末日生存呢 一轉眼呢 23等 前面那個 在出國的期間都 沒有時間錄 所以就直接跳級了23等 那我已經蓋了摩托車還有那個 那個算是大台車子 看一下車子在哪裡 車子這台車子我摩托車我現在蓋了但是還缺少一些 一些東西啊 那 然後後來有升級的這個ATV 然後我今天會稍微 先組裝一下 然後 看看 這個鄰居 有沒有辦法讓我收集到一些東西好了 這次我帶的東西其實不多啦就是 就一級的斧頭跟 這個四把 比較爛的斧頭 那上次來過一次了有拿到一個引擎 那我試試看這次可不可以再收集一些東西好了 他這個家是 他沒有補起來 我以為他會補起來說 所以他是NPC的家他不會再 把他東西蓋起來 好吧 那我是不是要把這個門拆掉 OK 每破壞一個門會損失一個 一把好的斧頭 然後他這裡有三個箱 四個箱子 然後跟我 就把他搜刮一下吧 喔這個是什麼 這顏色嗎 把他拿走 喔 獲得一個箱子耶 還有一個紅色的票券 然後我發現 這樣子我東西可能不夠塞啊 我是不是 要把那個東西丟掉 這個斧頭 跟你換爛一點的 喔 漂亮喔 OK那我 身上的裝備其實也不錯耶 這樣吧我先把好的東西留下來 其實也不用啊 我先穿起來吧 裝備其實比較好 雖然說可能一下就壞了吧 我這樣防禦才13喔 跑速 跑速加2 這樣子的話要把哪些落 其實不用 這樣子也其實不夠放啊 不然的話呢 不然的話呢 其實手槍手槍可能打個幾發就沒了 不過我還是想把他換掉換成哪個好 看看 鞋子好了 鞋子換掉 OK 我給這個鄰居家給我搜刮完畢了 應該沒有東西了吧 看起來是沒有 這裡呢 這裡有東西 一些爛東西 一些爛東西 下次我再拿 唉唷 水喔 真的是一些爛東西 這裡還有嗎 沒有 現在勾到邊邊的東西 這裡有沒有 看一下 空空的 鄰居家被我搜刮完畢了 OK我們先跑回家好了 右邊這個房子我有搜刮到一些東西但是我只有破了一個門 然後右邊的房子我還沒有去探險 那我們就先回家吧 聽說這個摩托車如果修好的話可以跑很快 不過我覺得可能還需要點時間 然後 然後 終於回到家了 這個牆壁 可能 可能要等我等級再高一點的時候再蓋吧 現在蓋這個牆壁 殭屍來襲就幾乎 幾乎都破掉了 我只有一蓋一個三級的牆壁跟地板 然後這個摩托車 做了一部分 然後 ATV 我可能 基本的東西我都有啦就除了引擎跟火星塞沒有 然後輪子可能還少一些 我先把一些那個東西先把他放到箱子裡面去 這東西好多啊 我想看我放哪去了 這個放這裡 這位置呢可能要再喬一下了 看一下 我先把那個箱子的東西先拿出來 這個應該是放在車子這裡 我們看一下這個箱子會開什麼 喔閃彈槍耶 漂亮喔 這是 搜刮到的東西 那這個開山刀用掉好幾把 這個斧頭用掉好幾把都是撿到的 還有這個槌子 然後 先把東西存一存 是不是要 這裡這裡這裡 對啦這裡的 我才有兩個才可以才可以騷 算了 我先把他存起來好了 這個應該在這裡 OK我們現在呢要先 我先把這個東西裝一裝他到底有什麼 忘記了 應該OK吧 好像還有布 這個布 可能還缺一些東西啦先試試看還有什麼 他要16顆輪子 一排8顆 這樣才6顆 這樣才5顆喔 好吧 橡皮 橡皮要150啦這要弄到什麼時候啊 然後這個布 我覺得我覺得這個應該要 等級高一點再收集 因為我的布一下就沒了這樣沒辦法蓋衣服 好吧那我先把培林 電線我電線要120 培林電線的螺絲 螺絲320好多喔 還有鐵 那個鐵要500啊 鐵其實也不用燒了嗎 不過既然東西那麼多就把它清清吧 我覺得 根本不夠塞 這個鐵就燒掉了所以沒了 可能找時間再去把它 收集一下 哇真是一個大坑 坑好大 我好不容易是獲得東西馬上就用完了 還缺好多東西 我們下一集呢去那個探險一下這個 那個碉堡 看一下碉堡在哪裡 我去 去過一次應該說去過三次了然後我有收集到 碉堡上面的東西但是還沒完全逛完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